圖十六國 圖有這麼長 這是一個朝代 一個時代的稱呼 不是只有十六國 但是主要有十六國 這是在北邊呢 它就是這樣子發展 都是無人 兇奴 鮮卑 階梯 槍 槍 主要只有五個武術 對 要除一下 304到439 130年 北方屬於這麼紛亂的局面 這是藍色這條線 這是由於八王之亂而造成的 五虎十六國 五虎我還會背啊 匈奴 鮮卑 階梯 槍 槍 十六國呢 聽說只有一個學校的學生會背 北英女 我們在座有北英女的 聽說真的 我在網路上看到了 他們也很自豪 我們會背五虎十六國 其實背這個東西有時候也蠻好玩的 各位順口說 哎呦這個老師在上面 匈奴 鮮卑 階梯 階梯 槍 好像這個人很有學問 我說背一下 其實背這個東西有口訣 這個匈奴 鮮卑我是沒什麼口訣 背太熟了 但是像那個什麼八國聯軍 八國聯軍 有人會背嗎 陰餓得日發美意奧 厲害 果然是 美意奧 我不是文史的 厲害厲害厲害 不是文史還是能背的這樣 我忘記了對不起 我來叫大家背 三秒鐘你就會背 八國聯軍 餓的話 如果你餓 餓的話 每日熬一鷹 每天熬一隻鷹來吃 好 餓得放 每日奧 意義 意大利 鷹 都會啦下次趕 餓的話每日奧一鷹 OK 好 這個是五虎十六國 那這是北邊 那南邊這邊呢 就是由於北邊這邊興起了 所以這個西晉這個政權呢 後來就滅亡了嘛 被胡人擄去了 很慘喔 後面有故事 那有一個司馬 有一個王 司馬士有一個王 叫司馬瑞 這個人呢 聽從了一個 他的一個重要得力助手 叫王道 這邊有個王道 等一下這邊都是故事 我們都要講的 這邊有個王道 聽了他的建議 把他的 不能叫首都 他還不是皇帝喔 他是王而已喔 的這個首府 移到南京 移到建業這邊 北方還在很亂的時候呢 這個司馬瑞就 聽從了王道的意見 移到了南京這邊來 後來北方就 果然滅亡啦 那個王被殺了 或者被擄了 這樣就叫滅亡了 京都被攻破 這樣就滅亡了 南方這邊司馬瑞呢 就被擁立了 那就是東京 就進了東京 那東京這邊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發表 我們都要進去一個一個看 東京一直到後面這邊呢 又出了一些全城 全城 大神 全城 最後呢也滅亡了 被誰滅呢 就是被剛剛講的那個濟爐 南北朝 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這邊 藍色的是五十六 我現在再講左邊 南邊這一邊呢 這個宋 有一個大將 叫劉裕 就剛剛各位看圖的那個人 他是王 他是大將軍 不是王 還不是 當時還不是 應該後來也沒有被封王 那他最後就創位了 因為 建朝時代是太弱了 太衰敗了 政治也不親民 這就說到了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曹操 東漢其實很衰微嘛 對不對 明末那些都是爛皇帝啊 那進來的康庸前 這個都是很好的皇帝啊 到底我們是要怎麼去看的啊 每個人心中有一把尺 像我會覺得那爛就給他取代啊 這是活個人的看法 不過以前的人呢 這個軍城的這一種概念 是非常非常重的 我們也不能去非議說 你們這樣太吃虎不化了 他們有他們的時代背景 跟他們的思考 他們有他們的時代背景 跟他們的思考 好到這邊來 我剛剛講到什麼呢 OK 那這個就被宋第一 南朝 這宋其兩者合成為南朝 那第一個皇帝 劉豫就滅了東漢 就從這裡開始了 宋朝 那後面也有一個朝代 也是叫宋朝 是趙皇帝 對不對 所以那個叫做趙宋 這個叫做劉宋 這個時間很短 所以大家比較不太在意這個 這邊各多少年 宋朝五十九年 齊朝二十二年 梁朝五十四年 陳朝三十二年 都是很短 皇帝呢 每一朝都有五六個七八個以上 所以有些皇帝只做幾個月 有些皇帝只做一兩年 一兩年算不長 這裡面只有一個皇帝 叫梁武帝 就是那個舍身去當和尚的那個 他做了四十幾年 他算是最特別的 這也是一個好皇帝 雖然前半段蠻好的 在後面再來講 那最後啊 那這是南邊的發展 藍色南邊發展 那北邊的發展呢 五湖十六國 五湖十六國在深藍色這條線 中間曾經有統一過 就是前秦伏姦 他曾經統一 統一之後呢 差不多在這個年代 那相對這邊是東進嘛 福姦也是一個雄才大獵人 東進那麼弱 一桶江三把 所以就發動軍隊 一百萬的軍隊 號稱百萬 去打東進 東進那時候呢 是謝時當政 謝時 謝時 謝安 對謝安 主要是謝安 對謝安 謝誰 隔著肥水打 肥水之戰 大家一定都聽過這個戰役 所以這邊有一條紅色的線 肥水之戰 這一頁大家手上都有 回去就可以再去複習 肥水之戰就是在這一個點上發生的 結果誰贏了呢 東進 東進贏了 這是歷史上很有名的 中國歷史上很有名的一手勝多 東進才八萬軍隊而已 我們等一下再講一下這個肥水之戰 八萬軍隊贏了號稱百萬的軍隊 他是用心理戰 贏了之後呢 這個福姦又推回到北邊去 整個又散了 他本來已經有點統一了 那又散了 那又是五 就五五十六國又繼續亂下去 一直亂到了這個 差不多這個時間點 北魏 北魏的這個太武帝 後來還有北魏孝文帝那個 積極漢化的那種皇帝 他又把北方統一起來 於是那個叫北朝 那南邊呢 就歷經了宋祺兩城 一個換一個 這個是南朝 是這樣子 那最後呢 又被這個楊姦這個人 給他全部統一起來 睡著 然後就是唐朝的大聖室 所以老師 那個黃色的那邊就是北朝對不對 從前秦之間開始 有人說是可以說 北朝是從北魏這邊啊 開始 有人這樣講啊 那我是整個都算 反正南北我是不能來講 我們整理一下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整理一下半分鐘 隨時可以打斷我 隨時可以提問你 那個進度由我來控制 相當清楚 相當清楚 有的 下次我們講禮拜的時候 每個人帶一杯酒來 下次我們講禮拜的時候 每個人帶一杯酒來 對啊 日月光 他還得改時間 大家先看看有沒有哪個地方 老師那個誰就統一這個南北的時候 這個誰是南邊還是北邊的 北邊的 他是北周的一個全城 他是一個湖化的漢人 楊堅是 就隨文帝 他是一個湖化的漢人 那像這裡面那個北魏的重要皇帝 他就是一個漢化的漢人 他說其實就是 我畫你你畫我 不管是漢化的漢人 或者漢化的漢人 就是擁有更多的優點 他又有文化又有武力 老師 這個孫全聽說也是 不是我們漢人嗎 就是 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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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請繼續 不是說他閉眼子印的那個樣子嗎 你一下問這個問題是不是 OK 我是沒有看到書上寫說他不是漢人 不過的確有寫他是什麼 閉眼子虛 不知道混到什麼 所以說他是一個很 有可能 他是一個很英俊的人 孫全很漂亮 所以說他的容貌跟我們一般傳統漢人不太一樣 大家把這個先順一順 南方北方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江玉圖 對 江玉圖 對 會有更好的印象 我們往下看 這張圖呢 這是西進 西進 右邊就是時代圖 你就可以對應了 我沒有拉線 各位對應一下 那這兩條紅線 因為你回去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兩條紅線 上面這個就是 上面這個就是 八王之亂 一場大戰爭打了持六年 八年抗戰才打 八年抗戰 八年抗戰打了八年就很痛苦 那打十六年 人民有多痛苦 八年抗戰至少只有兩大力量在對決 這個是十六個力量在來來去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當時有多亂 人民有多痛苦 所以那個讀書人他很抑鬱 最後他就輕談了 我不管這些事情 我避開了 我去談玄學 天地人 腳老裝思想 好 這是西進的江玉是這樣 到了東 好 那這個就是五五十六國 藍色的部分 全部加起來 它的整個範圍大約是這樣 這是藍色五五十六國 下面有說明 黃色就是相對應的 也就是東進 東進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圖 等一下 我現在東進到哪裡去了 東進在下一張 沒有 所以黃色就是東進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一張是什麼呢 我下面寫 下面的文字有寫 前傾 剛剛不是有講過前傾伏堅嗎 他已經統一了北方的五十六國 然後要去打 東進 下面這個東進 肥水佔前 雙方是這個樣子 江玉是這樣 那至於軍力是差很多 一百萬對八萬 肥水在安 對不起 我沒有查清楚 我要查一下 你看差不多安徽那邊 我看看 這裡宣程就是屬於安徽 就差不多這一塊 大約這一塊 你看得到我的帽子嗎 有 這一塊 好 那肥水戰後呢 戰後以後 東進打贏啊 士氣也比較高啦 有一些北發的名將 主替劉昆 文奇奇武 對不對 不過其實我是 北發 這個劉昆跟主替 他不是這個時代 他是更早一點 因為 他們打贏以後 他們也有一派 將領們 戰成要北發 就打到 紅線那邊去 所以收復了這個土地呢 我剛剛說 有十個台灣那麼大 人物 或者更多 從長江流域往北打 還沒有打到 黃河流域 黃河流域上面 那條淺淺的 摩滋型那條線 不過老師 您那個 還是黃色 就一小塊而已啊 並沒有把那個地方 變成黃色啊 哦 這是我從網路上抓到的圖 對 其實他已經屬於黃色了 哦 所以那一塊應該是下來的 對 屬於東進的領土 OK 可是這樣子比較清楚 就是說他到底推進了多少 對 對 要不要假如都是黃色的 就是又把它變黃的話 我們比較不溜 那麼明顯 所以這個是 所以肥水戰後 他有一個概念 那因為打贏了嘛 士氣大勝嘛 所以有北發 也滿成功的 這裡面 我猜想 我現在沒有去 注意到 我猜想這裡面 這個紅線就是打得最成功的時候 我猜就是流域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那個皇帝 因為他北發是非常成功的 可能就是他那個時代 我們建立一個觀念 這個漢人政權啊 從北方被打到南方之後 這要北發 沒有成功的 很難 流域算是很成功的 流域 那一直到最後呢 到了朱元璋的時候 才是大成功 朱元璋之前 朱元璋是明朝對不對 魏晉南北朝 隨唐五代 宋元明清 前面是明 前面是元對不對 元朝之後是明朝啊 所以本來元朝 所有都是蒙古人 朱元璋王北打 收復了燕雲十六州 四百年才終於收復他 燕雲十六州被那個兒皇帝石禁堂 割給 古人 同城叫古人 好 你這裡的燕州 是不是就是現在的北京啊 我看一下啊 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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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州這個角度 看起來蠻像 不過北京更靠近海一點 差不多啦 差不多 那剛剛在講燕雲十六州 我們順便講 就是這一塊 一個很顯要的地方 那個五代裡面的 梁唐靖漢州裡面的兒皇帝石禁堂啊 把這個地方割給了北方的政權 那沒有了這一個天險之後呢 這邊的軍隊很容易直接下來 所以這邊要北發是非常困難的 朱元璋完成的這件事情 一個州大概多大呢 很難說 不過在東漢末年 我們在看三國的時候 全國是十三個州 你就可以大概想像 一個州很大 到後來水唐那又不一樣 州就變小 好 再往下看 並不一定呢 每一個朝代我都能夠找出它的疆域啊 這個是齊 齊的 大致上就是東近 它是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一直到了 再看下一頁 就是齊 下一頁 成更小 你能比較一下嗎 你看 這樣 變成這樣 可是上面不是還有一個齊嗎 齊跟成就是分裂的嗎 齊 您講的是這個對不對 北齊北周 這是北魏分裂的 齊 齊 OK 好 大家先建議這個改革 好 這些都是我看 然後就是水朝呢 最後就把東北都 把南北都統一了 到了唐朝就整個更大了 好 這個是南朝皇帝 南朝四朝的皇帝 他才沒多少年 二十幾年多少年 你看有多少皇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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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